这丁丁油分比较大啊 至于像什么 大家自己说话 我个人觉得比较像扫泥啊 这个离中秋节是不是不远了啊 中秋节的时候很容易看见这种 这种品相的东西啊 这样呢大家可能会觉得啊 是不是听声音会受影响啊 还真没有 真是没有任何感觉了 而且这个是一个从事 跟声音有关的行业啊 因为不好说是直接说是什么啊 他的听觉应该是比普通人要更加的敏感一些 就这他都没察觉啊 因为这个周围啊 他多少会有点缝隙啊 丁丁串色很少啊 会把外耳道封的是滴水不透啊 在他和外耳道之间多少会有点缝 有利点缝呢 就足够声音传进去 哎 你看里边是非常好啊 这是一个普通的丁丁串色的啊 后边呢 后边呢 是一个外耳道胆指流复查的啊 是一个复查的 之前去年啊 当时我们去年 而且去首使做的一个病例 这是过了一年了啊 这个他的外耳道呢 里边又形成了一层这种角化层啊 之前我说过很多次这个外耳道单指流的原因是外耳道皮肤刺节功能的丧失啊 所以说这个 因为外耳道皮肤一旦是出现这种状态很难逆转 而且他也不是说从别的地儿 以前曾经有医生提出过这个做直皮啊 就是做这个从其他地方取这个 呃 皮肤重新直在这个外耳道 但是呢 发现直过去的这个皮肤啊 不管是从腿上还是从腹部 依然没有这种字节功能 即便是直过去 他仍然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这个还算是复发的 这个还算是少的啊 还没有到复发的程度啊 因为有些病例 呃 多年不清理 他就像那个洋葱皮这样的 一层一层的啊 从外到里 最后长成实心以后又重新读满了 所以说我处理过的病例啊 都要求患者每年去 重新来找我复查一次 这个当时处理的时候啊 这个位置啊都应该是被破坏的很厉害啊 有些区域可能这个骨骼都属于暴露的 这个位置应该都是由骨指暴露 下方呢 只是一些上皮的斑痕啊 进程的一些斑痕纤维组织 这些组织是不具有这个字节的能力的 这个我们外到呢 跟身体其他区域 很明显是不同啊 像骨科啊 我不知道有没有骨科同行 我印象我听骨科的朋友说过 在骨科的观点里面骨骼表面是没有办法直接去覆盖 皮肤的啊 但是在外到上是可以的 或者是说啊 骨骼如果有骨指暴露的话 自己靠生长是很难有东西去 自己的自身的修复啊 但是外到是可以的啊 这个骨指完全暴露的话 不处理啊 周围的这个上皮是可以爬上去的 而且我们在做直皮的时候 有的时候直接把皮肤贴在这个暴露的骨指上啊 或者是把筋膜贴在这个暴露的骨指上 也能成活啊 这个好像在身体其他的骨骼应该是不行的 应该必须要有什么一些皮下的组织啊 肌肉啊 或者这些东西去包裹 但是在耳朵里边 是明显是可以的 这点人体啊 还是很奇妙 很多东西没有办法用现在的知识去掌握 去解释啊 原来老的这个中华手术啊 几十年前当时的中华手术 把这个胆质瘤切除以后啊 暴露的骨指 当时的医生还都传统用直皮啊 就怕那个地方长不上 或者是说想让那个 皮肤啊 想让干耳的时间能缩短一些 因为这个骨指暴露以后啊 它会有反复的有渗出 周围的上皮 爬的话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 后来这个 这些年呢 进行直皮的越来越少了 大部分医生就有时候铺一层这个筋膜 就是我们从耳后做切口 去这个凶缩乳突肌的这个筋膜层贴进去 其实也是起到一个搭桥的作用 最终也是让它自己的这个上皮组织去修复 这就一层一层的把这个东西接下来了 然后再说一次啊 本周四停诊了啊 我之前在头条上和头条上也发过这个通知了 很多这个今天来的这个朋友都知道了 有一些需要护查的时候就在问我什么时候回来 下周是正常出诊 这周四这视频 看看有没有时间吧 因为周四一早就出去了啊 看看周三晚上有没有时间处理 没有实在不行 就只能是请假一期了 其实这个竖枪呢 就跟这个我们做中耳竖枪的清理 差不多啊 做中耳炎做中耳竖枪的流的时候也是这样 定期的需要去清理这个夹皮 这人不光是外耳道皮肤没有自洁功能 包括骨膜表面 都没有啊 骨膜上也是护着一层的一个角化层 前方正对的这个啊 按说正常的骨膜颜色是白的 大家可以看出来全是这种黄色的角化物啊 哇今天这个下班的时候这场大雨下的了 快赶上北京有一年721啊 那一次给北京造成了很严重损伤的那一次 画画回来这裤衩都是了我这 这个需要一定的耐心啊 这个病人比较怕疼啊 因为当时为什么去手指也是一个破坏严重啊 第二个他确实也比较怕疼 操作的时候经常有时候在躲啊 看这个后方这个地方 这个上皮好像没有完全修复好啊 一年了还没张好 那这样一个雪嘎吧 那边一会儿那个区域一接 会稍微的出一丢丢血啊 这个清理这个外耳道呢 或者是清理外耳道单瘤流 或者重要单瘤流啊 这个空间都非常大 大家可以看这些器械伸进去以后 闪转通螺很方便啊 就像有些外耳道狭窄的 这些器械进去以后都没地儿啊 根本就割不下 上方还有一点啊 有点疼啊 这差不多跟这个接这个伤疤的一个 感觉有点像啊 一层一层的 看这底下果然啊 有一个小面积的脱寸啊 但是好在这个位置的血管一般都比较细啊 即便是有些小的出血 很快就能自己止住啊 单瘤流的外耳道单瘤流的角化层 好 现在就剩上方的一些了 上方这个再处于一个死角 这个器械直接上去不好操作 需要用勾支 把它调下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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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地这个 雪珠王 静音剔透的 它后面会形成一个雪珠 架不住这个位置 刚才挑面完全挑起来 重新继续使用 勾芝去挑 真有点疼 这上方 有可能硬膜都有缺损 我记不住了 有的病人在这个 这个外道顶壁的区域啊 有一些直接就顶到这个硬膜 也有这样的 因为这个位置 已经接近于这个 松弛部 骨膜的松弛部 可能会靠近故事的天盖的位置 它耳朵要把脑子套出来 这个有时候 不一定是个玩笑 有一些真有可能 特别是我们做中二单子瘤的病例啊 经常是在往上处理的时候 很容易就看到这个硬脑膜 玄环症啊 骨膜的这个旋环症 骨膜整个就旋在办公当中 上下左右 弹非常的大 这个时间可能不比上次给它做那个时间少 但是相对 节省了它大量的这个费用啊 否则的话 不处理 过几年完全堵死了 还得去满嘴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